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再厚实的肩膀都不如自身的强壮 在网上有个问题 女人在什么时候最适合结婚 有个高赞回答是 当你觉得那是一件小事的时候 因为那时的你不再祈求 靠婚姻改变命运 也不再奢望靠婚姻获得安全感 更不再幻想 婚姻是你一辈子的仰仗 结婚是两个生命个体灵魂 碰撞之后的自然结果 但走进婚姻 却是为了让我们更近距离地 看见各自灵魂的阴影部分 相互治愈 相互救赎 一起面对如此艰难的生活 这世上本没有完美无缺的爱情 也不存在天生就无比契合的灵魂 婚姻不是铁饭碗 有人说结婚是女人一生中不可或缺 重中之重 甚至不容出错的一件大事 因为结了婚仿佛就表明 你的人生从此以后有了依靠 但事实却是 再厚实的肩膀都不如自身的强壮 有一个姑娘年纪小 身材好 样貌长得够乖巧 那时她频繁参加各种相亲 企图精挑戏选出 可以让她一辈子 衣食无忧 不愁吃穿 不愁钱花的男人嫁了 后来她确实如愿以偿 嫁给了有钱人 本以为从此以后 就过上养尊处优的过太太日子 但婚后不到两年 她老公又看上了一个 比她长得更年轻漂亮的妹子 非常决绝地提出跟她离婚 她不甘心哪 甚至威胁她老公说 离婚可以 我要分家产 她老公说 这不是开玩笑吗 我的家产是靠我自己辛苦挣来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后来离婚时 她除了得到一笔 看似丰厚的分手费以外 几乎一无所有 也白白消耗掉了最该奋斗的青春时光 前不久 一个朋友十分淡定地告诉小张 她快结婚了 言辞里既没有要嫁给优质男的窃喜 也没有不如琐碎日常的悲观 其实她自己又高薪的工作 也有泼风的收入 结婚对她而言 谈不上高攀的帮大款 也没有下嫁的委屈求全 不过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结合而已 其实结婚 从来就不是女人一辈子的铁饭碗 首先 无论结婚与否 你得有养活自己的底气和实力 婚姻是修道场 但绝不会是收容所 其次 也许两个人感情好时 可以不分你我 但当她一旦崩溃起来 没有所谓的体面和情分可言 最后 好的婚姻 应该是两个人的努力加起来 如虎添翼互相促进 但如果无缘走到最后 你也可以安稳过好这一生 当你拥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 不再把自己的生存压力 依附在别人身上 在面对婚姻时 就会少很多杂念 也会多一份从容和淡定的底气 婚姻给不了你安全感 每个女人结婚的理由 可能有千百种 但无论是因为爱 还是因为钱 又或者其他原因 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那就是想要安全感 但诚如一位作家曾说 女人一辈子都渴望在男人身上 寻找安全感 但无论她们跟谁在一起 注定会一无所获 一对离异夫妻 两个人曾一起熬过了 长达七年的异地恋 可以想象 那时的她们 对彼此一定有足够多的爱 才能如此有毅力能坚持 后来 她们突破重重阻力 比如扛住父母的反对 比如承担买房的压力 比如克服长期分居的缺点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就是这么一对 在外人看起来 情比金尖的夫妻 婚后没多久 男方主动提出了离婚 没有出轨 没有第三者 也没有经济纠纷 就是因为 突然不爱了 住不下去了 无法再继续了 那时她的妻子 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因为结婚时 她还曾信誓旦旦地说 无论生老病死 都对她不离不弃 其实这个丈夫 曾经爱过妻子 这是事实 但后来不爱了 这也是事实 你说她喜心厌旧也好 说她不负责任也罢 总之你要去面对 逃避没有用 指责没有用 甚至去挽回 意义也不大 但女人们 对婚姻 一直有个根深蒂固的误区 她们总以为 结婚是一个终点 从此以后 势必要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所以从一开始 她们就把所有心力 都投注到婚姻里 把自己的一辈子 都豪赌了进去 而事实却是 婚姻是个起点 至于存续时间的长短 完全取决于双方 而不是单方 如何去珍惜和经养 所以这个 你没办法去掌控 也没法去预测 更不可能去强求 你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不要把所有希望和未来 都附加在另一半身上 用随时可能分到 扬镳的坦然态度 去实现 百年好合的美好心愿 婚姻给不了你精神的依托 有人说 女人结婚是为了摆脱孤独 你曾以为 结婚意味着 你的另一半 会给你时时刻刻的陪伴 能猜透你所有的小心思 也能给你所有想要的关心和体贴 但真相却是 当你学不会一个人的独处时 无论对方给你再多的爱 都无法让你彻底心安 有个网友 曾说自己在目前的婚姻里活得很累 因为妻子的性格太过敏感 多疑脆弱 即便他给他再多的爱 也无法填补他内心的空洞 比如他一天会打十多个电话 发几十条短信 如果他因为工作忙 在开会 或者有事 晚回复了些 他就会有情绪 比如他总是反复向他确认 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 你都会爱我吗 他说爱 他不信 他说不确定 他又会生气 比如他平时没什么兴趣爱好 也没什么聊得来的朋友 他生活的全部重心 都在他身上 虽然他也学着 尽量去理解和包容他 但这样的相处方式 时间长了 他也会觉得 有些喘不过气来 甚至感到无比压抑 因为跟他在一起 他完全没有自我的空间 而哪怕最亲密的关系 也需要适度的距离和余地 在婚姻里 女人总是容易失去自我 她们会习惯性地 把全部的喜怒哀乐 都寄托在了另一半身上 殊不知 精神不够独立的人 无论如何 也很难获得幸福 同时也给了对方 伤害你的权利和机会 甚至有的女性 在婚姻中过得卑微不堪 但依旧选择忍气吞声 继续熬下去 这并不是因为 她们无法养活自己 也不是她们 真的没办法离开那个人 而是她们早就习惯了 思想上的附着和依赖 婚姻从本质上讲 是一场合作关系 就如奇葩说里的经济学家 薛兆峰所讲 结婚就是双方拿出自己的资源 一起办家庭企业 签的是终身批发的期货合同 也许每个人的资源不一样 作用不一样 功效不一样 但一定是互相出力 实现双赢 尤其对女性而言 想要靠结婚 得到一份终身依靠 得到一辈子的安全感 得到精神的依附 这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 有几句话很扎心 但很实在 那就是 其实你的另一半也嫌你穷 其实男人 也想找个实力相当的女人 少奋斗几年 少辛苦几年 少打拼几年 其实成年人结合 更多是权衡利弊后 深思熟虑的选择 而非一见钟情时 不顾一切的喜欢 所以 结婚在原则上 变成了一件小事 这里的小 不是说 婚姻可以当作儿戏 而是你要知道 结婚仅仅是让女性 改变了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因为从此以后 有人陪你衣食住行 有人陪你柴米油盐 再闻一点讲 有人陪你细数星辰 但想要靠婚姻帮你脱贫 致富 愉悦龙门 在这个时代 几乎不可能 如果你是一个弱者 那么 即便你嫁给了一个强者 也改变不了你弱的角色 但如果你是个强者 无论队友强弱 更多主动权 还是掌握在你手里 当一个女人 不再以一种走向神坛 走向救世主 走向飞黄腾塔 以及不再还有一种 自我炫耀 自我牺牲 自我悲壮化的心态 去面对婚姻时 才是真正成熟 理性 且适合结婚的时候 增结 结婚的意义 不是为了拖垮彼此 当生活刁难我们的时候 结婚的存在 就是为了让我们 在历经千番之后 仍旧能够看见 生命里的光 有勇气和能力 一如既往地 去热爱我们的生活 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 愿每一个步入婚姻殿堂的 你我他 都能在爱里 被对方治愈 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婚姻 与朋友们共勉 眼界是最大的财富 眼界就是一个人 把握世界的宽度或广度 雄鹰翱翔天际 山河大地尽收眼底 青蛙坐井观天 它看到的天空 只有井口那么大 眼界不一样 生活方式也就不一样 狮子在整个草原上猎杀 而使客郎投枕粪球 沾沾自喜 有一个古代笑话 冬天三个老汉一起蹲在墙角 一边晒太阳 一边大谈理想 石粪的老汉说 如果我当了皇帝 我就下令这条街 东面的粪全部归我 谁去石 就派公差去抓它 砍柴的老汉 瞪了眼石粪的老汉一眼说 你就知道石粪 如果我当了皇帝 我就定一把金斧头 天天用金斧头去砍柴 讨饭的老汉听完后 哈哈大笑 眼泪都要笑出来了 他说 你们两个层次真低 都当皇帝了 还用得着干活吗 要是我当了皇帝 我就什么也不干 天天坐在火炉边 吃烤红薯 起点不一样 眼界自然不在同一高度 有一些 你自以为是追求的极限 不过只是别人的垫脚石罢了 不同的眼界 不同的人生 事业所及 心之所指 眼界决定一个人的事业 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一个人的未来 正是他的眼界 清代的胡雪岩 被誉为红顶商人 他有一句至理名言 做生意顶要紧的是眼光 你的眼界 看得到一省 就能做一省生意 看得到天下 就能做天下生意 看得到外国 就能做外国生意 大的眼界 才能成就大的事业 不同的眼界 成就不同的人生 看一个人的身价 要看他的对手 看一个人的品格 要看他的好友 看一个人是不是人才 要看把他搁在什么位置 看一个人能攀登多高 要看他根基有多深 看一个人能装进多少 要看他空调多少 看一个人的人生 是否出彩 不以成败论英雄 而是要看他的眼界 陈独秀早年思想激烈 而到了晚年 大半生的阅历 使他的眼界 变得和早年不同 他对早年的失误 做了很好的反思 他的一生 早年和晚年 值得深思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古人说 取乎其上 得乎其中 取乎其中 得乎其下 取乎其下 则无所得已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开始的期望是一流 最后达到的效果 可能只是中流 如果一开始期望的 只是中流 最后达到的效果 只能是末流 如果期望是末流 最后可能 什么都得不到 人首先要有 不甘平庸的志气 才能不断扩大 自己的眼界 王阳明在12岁的时候 就对自己的老师说 人生第一等事 是读书做圣贤 而不是什么 重状元 荣耀家族 正是自小 就有远大志向 才有后来的新学宗师 王阳明 荣小人 成大人 古人说 能荣小人 方成君子 眼界高远 才能从容宽容 涵养性情 顶天立地 所谓眼界高时 无碍物 心缘开处 有轻波 眼界是否高远 心态能否容纳世界 取决于 看世界的角度 有的人用直角 看到的世界 是一个善面 或者事物的一个侧面 有的人用广角 看到的虽然不是全部 但是也很精彩 有的人用拳角 他们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通晓古今 视野红阔 看到的是完整的世界 精致是最好的修养 一提到精致这两个字 很容易想到 珠光宝气 高高在上 远离人间烟火 其实 精致虽然是一种 很难达到的修养 但是与奢侈炫富 没有关系 与清高绝俗 也无关 精致是一种 内外兼修的生活态度 一种优雅的仪式感 一种在任何环境 都要保持体面 和尊严的精神 精致追求细节的讲究 精致的人 是真正从外到内 都要求自己的 落实到细节处 物质生活方面 不要奢华 而是简单质朴 但是追求舒适 讲究趣味 不愿下馆子吃大餐 却喜欢花费半天时间 学习做一道家常小菜 人际关系方面 绝不滥交朋友 只与心灵投契着身交 不把精力浪费在 无聊的社交和应酬上 精神生活方面 精心挑选人类智慧 和艺术宝库中的精品来享用 尽量不在低劣的精神垃圾中 虚耗生命 生活其实就是用漫长的时间 做许多微小的事情 精致不反对世俗 坚决抵制低谷 精致追求富足美满的生活 但是没有拜金的味道 精致的人 不是用外貌和财富堆积而成 而是由教养学识来成就 精致不刻意追求高雅 不与世俗抗争 但是拒绝低俗 精致是将柴米油盐酱醋茶 过成另一种诗和远方 精致是一种心无挂碍 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 钱仲书说 洗一个澡 看一朵花 吃一顿饭 假使你觉得快活 并非全因为洗澡洗得干净 花开得好 或者菜和你的口味 主要是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 人不是为了活着才生活 而是为了生活而活着 一生很短 并且苦多乐少 但是精致的人能将有限的生命 活出无限的精彩 无论环境如何 都能找到点缀生活的方法 任何困苦也摧毁不了它的坚强 精致并不是金钱编织的华丽与高贵 而是一种对生活的信念 对生活的激情与热爱 愿我们精致到老 眼睛里满是阳光 笑容里全是坦荡 听再多道理 也过不好自己这一生 毕竟道理听再多 那也是别人的 只有把道理化为行动 行动养成习惯 人生才能真正改变 道理听再多 也不如行动起来 阿里巴巴曾经陷入危机之中 全公司上下都在寻找新的出路 尽管事后才证明 当初的做法基本都错了 大马云却说 做错了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因为只有不断地寻找出路 才可能在未来翻盘 不去做 那就只能一点点沉沦了 王阳明说 夫学 问 思 辩 皆为所以学 未有学而不行者也 意思是 要想真正掌握一件事 光学不做是不可能的 穿上鞋子才知道哪里夹脚 梨子吃了才知道是酸是甜 别想太多 行动起来 纵然华丽的跌倒 也胜过无谓的徘徊 习惯是一种动力 电脑键盘发明初期 26个字母的排序 与如今的排序 那是大相径庭 经常要用的一些字母 被排在中间 那时的键盘属于机械机构 由于打字员太熟悉 常常打字很快 导致键盘卡键 因此后来有人 把这26个字母的顺序打乱 还把经常用的那几个字母 调了反方向 这样下来 使用既不方便 也就大大减慢了 人们打字的速度 慢慢地人们习惯了这样的编排设计 如此别扭难以操作的键盘 也就使用到了今天 习惯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能让你坚持做一件 你不喜欢的事情很久 若是你不愿意读书 不愿意运动 却又渴望丰富自己的头脑 健壮自己的身体 那么只要你能坚持21天 将读书和运动 成为一种习惯 习惯的力量 能够推着你继续前进 习惯是克服度性最好的法门 那些优秀的人 并不是毅力多强 天资多高 只是他们在幼年时期 就养成了很多良好的习惯 王阳明说 变化气质 难在克服习气 要改变一个人 变化他的气质 最重要的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习惯会变成一个人的性格 进而成为一个人的命运 习惯可以改变人生 贾以两位朋友 都立志要写一本 一百万字的小说 贾朋友回去后 便开始狂敲键盘 谁知道一个月后 他才写出来十几万字 眼看着一百万的目标 遥遥无期 他就决定放弃了 而以朋友回去后 每天写出一千字 一开始确实很难 但慢慢地 他已经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历经三年 他写出了一本小说 并且出版了 王阳明说 便记明矣 思记甚矣 万计神矣 学计能矣 又从而不惜其功严 思之未督行 意思是 当我们已经分辨清楚 思考真密 问得详细 并且学会了 但仍要坚持不断地用功 这就叫都行 这是获得成功的必要前提 所谓巨杀成塔 巨叶成球 沙子虽然小 但是多了 也能成山成塔 狐狸腋下的皮毛虽然少 但是积累多了 也能成皮球 习惯最大的力量就在于此 每一次的改变虽然很小 但是架不住日日夜夜 绵绵不绝 真正改变你人生的不是道理 而是习惯 听了再多的大道理 不去行动 也是无济于事 把道理记在心里 用行动表现出来 坚持行动 养成习惯 当你拥有了一个又一个的好习惯 何愁自己的人生 不会越变越好呢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